衛生局和調查局共同查獲了黑心食品業者 兩家分別位於盧竹區和中立區的蔬果業者 為了讓豆芽菜的賣相更好看 違法使用俗稱為保險粉的工業用漂白劑 來清洗豆芽菜 目前桃園衛生局一共查封了將近6000斤的黑心豆芽菜 至於流入市面的豆芽菜數量 則是難以估計 那一包你拿去 開菜的 開菜的 衛生局人員前往工廠稽查 發現業者將大批的豆芽菜 利用工業用漂白水進行處理 讓豆芽菜的色澤變得更加光亮白皙 衛生局目前已經將中立 爐竹兩家業者 廠內將近6000斤的豆芽菜全數查封 我們總共查封了20桶的一個保險粉 以及5900斤的豆芽菜 那這個行為已經違反了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10款的規定 那我們全案已經移請台北 地檢署後續偵辦 市場內民眾正在採買蔬菜 其中的豆芽菜 是家戶餐桌常見的食材 但豆芽菜很容易會因為放置過久 變成黃色賣相不佳 因此有部分的不效業者將其漂白 民眾在選購豆芽菜的時候 很得多加注意顏色是否過白 那在這邊我們提醒所有的民眾一般生鮮的 未漂白的一個豆芽菜是呈現黃色或棕色 那漂白過的呢 色澤會比較光亮比較具有賣相 所以選購的時候 應該避免去購買比較白 而且聞起來有異味的豆芽菜 如果不還是不放心的話 建議用清水 多泡 多泡幾次 多換幾次水 烘煮的時候把鍋蓋打開 就可以幫助殘留的物質揮發 法務部調查局和衛生局 所查獲的黑芯豆芽菜目前追查到分別流向 基隆 雙北 桃園等地的市場 數量難以估計 最近有查買豆芽菜的民眾 可得多加留意 避免買到黑芯食品 桃園有線新聞 炎昊軒綜合採訪報導